大家好 欢迎关注今日华尔街频道 这一期的华尔街六度 关注一条对中国富人群体的重大利好消息 华尔街日报在8月2日的报道表提为 中国投资者对美国现金换签证计划热情不减 其中就提到一个在美国颇受欢迎的计划 为投资符合条件的创造就业项目的外国人 提供永久美国居住权 如今加大了优惠幅度 并吸引了富裕的中国人寻求离开他们国家的途径 文章就提到在经历了三年严格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加强的意识形态控制 与西方关系紧张及黯淡的经济前景之后 许多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担忧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离开中国 无论是来自各个经济阶层的人 其中一些人感到了更加紧迫的情绪 而这里要提到的这个受到欢迎的项目 就是EB5投资移民项目 相信屏幕前一可能一些人已经对此不陌生 EB5签证项目是允许外籍的公民通过在美国企业投资来得到绿卡 让他们成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 EB5签证持有者可以与他们的配偶及21周岁以下的子女永久地在美国居住和工作 EB5签证项目也就称就业第五优先就业类移民签证 这是由美国共铭于移民事务局USCIS管理的 该项目是由美国国会在1990年创建 用来增加对美经济的投资 目前EB5签证计划已经为美国房地产项目和其他企业筹集了400多亿美元的资金 然而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就提到 尽管最初的目的是将外国投资 引导到经济较为边缘化的地区 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 但很多资金是流向了这个现代化奢华的城市项目 比如纽约市哈德逊广场这样的大型开发项目的部分资金 就来自EB5项目 这引发了国会的批评 认为大城市的开发商在曲解相应的规则 损害该计划的情况下行事 此外 欺诈的案例和多年等待EB5签证的情况 让许多投资者对EB5项目产生了不满 2021年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 叫《新冠疫情加剧美国EB5投资签证项目的困境》 这篇文章就提到在EB5的项目长期以来 一直受到欺诈案件的困扰 新冠疫情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许多EB5的项目是酒店、商场和城市的公寓楼 而在2021年和2020年间 这些项目的收入都出现了下降 另外一边 EB5申请人比其他房地产投资者更容易遭遇欺诈 原因是这些投资者往往不会说英语 对美国房地产市场也是知之甚少 而且一旦投资之后 通常没有办法追踪其资金 这篇2021年的文章 引述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驻校学者 加利·弗里德兰 他对EB5项目进行过研究 加利·弗里德兰就说 不道德的开发商有大把的机会 捐款潜逃 加利·弗里德兰还解释 自2013年以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已在16起案件中指控 与EB5项目有关的人 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2021年6月 弗蒙特州有一宗8500万美元EB5项目 背后的一个人就电信欺诈等多项指控认罪 之前检方说 投资者的大部分资金都花在了 与项目没什么关系的地方 虽然没有可靠数据表明 有多少投资者被欠款 但代表这些人的律师说 他们预计案件的数量将会增加 其中部分原因是 许多在EB5繁荣时期 筹集资金的项目 现在纷纷到了五年期限 他们应该把资金返还给投资者了 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房地产市场的状况 看似拿现金换签证 这个EB5计划也有隐患 若投资的项目违约 投资者有时还会失去 获得绿卡的资格 绿卡只有人 有权在美国永久生活和工作 投资者能否获得移民签证取决于一个项目 创造的就业机会的数量 如果该项目在创造出不够的就业机会前 就耗尽资金 那投资者可能仍不符合移民资格 那到了2022年 国会是重新授权该计划延长了五年 这一次的延期明确将每年一万个相应签证中的五分之一 专门用于农村项目 这些项目被定义为为于大都市的区以外 人口不足两万的地区 每个国家每年获得签证的配额不超过一万份的7% 这也就造成申请人数众多的国家 比如说中国 签证的长期积压的情况 全面改革后的EB5计划要求 某些项目的最低投资额为80万美元 这吸引了中国公民的注意 中国公民层一度在该计划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近年来被印度人取代 成为该计划的最大参与者 许多中国移民机构都在宣传改革后的EB5计划 是投资美国的黄金时机 大纽约区域中心的合伙人艾文·魏测尔曾表示 现在中国投资者对此充满浓厚的兴趣和强烈需求 该中心为纽约哈德逊的一项房地产项目安排融资 这位前外交官前往中国向投资者做出了上述的介绍 介绍的是什么项目呢 就是位于这个纽约州哈德逊市的一个项目 在今年4月的时候 贝茨尔带领了一名中国投资者从曼哈顿出发 沿途前往纽约州哈德逊市 途中停在了海德公园的 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 向投资者也是展示 即使这个哈德逊的项目符合1B5对农村地区的定义 但这个地方不处于偏远之地 而且该项目具有良好的前景 该签证计划的参与者包括申请人的配偶和21岁以下的子女 他们不必在投资地所居住 这个计划是旨在让投资者以微薄的利润收回资金 作为投资回报 外国投资者是希望获得绿卡 而对开发商来说 这意味着是一个非常简单廉价的融资 对城镇来说 这意味着新的就业机会 这个哈德逊项目是旨在将一座当地被称为 口袋书工厂的一个7万平方英尺的空置建筑 改为一个综合性的建筑群 其中就包括一个酒店、办公室和社区空间 哈德逊市是位于纽约曼哈顿以北几小时车程以内 这是一个约由6000人口的一个小镇 来自中国浙江的一名中国商人表示 我只是希望我的女儿能够有更好的未来 就像其他父母一样 他说自己已经研究符合条件的项目多年 但因为积压问题和其他的问题犹豫不决 而在考虑是不是要申请 现在他对这个全新被延期过后的EB5计划 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并希望能够让女儿在美国来安定下来 而作为一个俯瞰哈德逊河的老工业城镇 自1950年以来 哈德逊市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制造业崩溃时期 人口是急剧下降 这座晚于19世纪建造的口袋书工厂 曾经制造手袋等产品 但在50多年前就关闭了 近年来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有大量的来自纽约大都市圈的居民 涌入这座小镇 推高了当地的房价 使许多哈德逊当地的居民 也不得不被迫搬离 通过一条直接将哈德逊市 与纽约市连接的媒体列车 该城镇及其所在的县 能在周末吸引很多游客 和前来购买第二套房的买家 这个价值4300万美元的 哈德逊重建项目 有约三分之一的资金将来自于EB5融资 其余的资金来自联邦和州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及其他股权投资者 而每个EB5项目目前都有不同的融资组合比例 在整个美国 高利率促使开发商利用EB5计划的低成本资金 推出了一系列的项目 包括弗吉尼亚北部的新宽带服务 以及乔治亚州霍什顿市 为退休人员建造的单身家庭住宅 这个新的EB5规定允许更容易的将身份 从学生或就业签证转为永久居民 快速获得绿卡的前景 似乎是再次引发了投资者们的兴趣 由于农村项目被视为一个新的类别 所以也不会有排队积压的情况 包括那位上面提到的来自浙江省的投资者 在内的几名中国投资者 向华尔街日报表示 他们之所以会吸引参与全新版本的计划 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子女目前已在美国持有学生签证 这使得他们可以通过EB5为子女更快的获得绿卡 那根据一个机构 EB5AN创始人山姆·希尔福曼的说法说 虽然目前的哈德逊项目仍处于筹资阶段 但是另外一个项目 霍什顿开发项目已经获得了EB5的资金 在这个价值6.5亿美元的项目中 有约一半的资金来自于中国投资者 EB5AN则是帮助筹资这个位于亚特兰大 以东约40英里的霍什顿市住宅项目的机构 希尔福曼说 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 一旦他们要知道这个项目没有排期 没有排队 这将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而不断升级的中美观紧张关系 则意味着中国的资金并不总是受到欢迎 在今年5月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 签署了一系列的法案 禁止中国国民在该州购买土地 除非这些人是美国的永久居民 这一决定受到了民权和法律团体的质疑 对于这种对中国资本的不友好的态度 也使许多中国公司远离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有几名中国投资者表示 他们会避开共和党执政权的州 因为他们担心政治环境 可能会阻碍他们的投资和移民过程 在国会对1-5项目计划进行全面改革之前 有分析师表示 中国的投资者对于漫长的1-5投资者等待名单 变得越来越沮丧 分析师们还补充说 这种等待在疫情期间还进一步恶化 还有欺诈报告增多 将资金从中国转出变得更加困难 并且还有国会可能会废除该计划的担忧 一些中国申请人因为沮丧而放弃了这个申请的过程 美国投资者联盟的运营总监大卫宇表示 这个非盈利组织是致力于为全球的1-5投资者提供支持 根据这个联盟的估计 中国出生的投资者申请1-5签证最终获批的比例 仅约为60% 而印度或越南等国家的申请人至少有80%的通过率 该联盟正在寻求更多关于全新项目 这个1-5计划下潜在积压问题的美国移民部门来出面澄清 但根据美国投资协会对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数据的分析 截至到2022年的9月的财年 中国投资者申请1-5签证的比例从2015年财年结束时的近85% 降至仅略高于总数的10% 由于中国政府对资金转移到国外的严格控制 中国投资者通常不愿公开讨论他们的移民经验 中国个人的海外投资受到每年5万美元的每人的限制 而投资者会通过亲戚和员工进行资金流转部分绕过这一限制 然而这个新的1-5的计划可能是并没有打动所有人 华尔街日报就采访到一位在上海的女士 她在2016年投资了50万美元 用于佛罗里达州的城市房地产项目 当时最低的投资额较低 她目前仍在等待她的绿卡 最近她考虑过要求退款并转向一个农村的项目 也就是这个新的1-5的项目 但最终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因为她认为新的申请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 目前她的儿子已经是从美国的一所大学毕业 而7年前她的儿子还是初中生 她说无论哪种方式 积压的问题、积压的风险都会存在 我可能还是不去折腾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6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6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哥雷福和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